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直播主呢 已经是成为一个这么热门的行业 而且呢 记这个 请问一下直播主跟网红有差别吗 两个不一样吗 网红不一定是直播主 但直播主属不属于网红 算 好吧 因为很多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那个 就是说我的志愿 都说要当网红啊 YouTube啊 是不是里面应该也包括直播主了 类似像这样子 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志愿 但是呢 时代不一样了 网络世代 网络原生代 他们在使用网络的这个方法 还有呢 整个活动都在网络上面进行 今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单元里头呢 首先呢 就要先跟大家讲了 先讲吴钊燮好了 严正生老师说想要送他吃盖片 他说他们家很多盖片 我就说严老师 你的那个冷笑话 最近呢 进步不少 听得懂吗 但那个 这个严正生老师呢 当然就长期关心的是台湾的这个外交 吴钊燮呢 这个大哥哥与小弟弟呢 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以写进那个 外交系的教科书里面 就是说怎么会出现这么跳痛 然后失格的一个事情 那么所以呢 吴钊燮呢 他在接受执询的时候 立法委员执询 证明中的执询的时候呢 他就说呢 因为呢 他这个 打起背请牌来讲 来了 吴钊燮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呢 因为他哥哥早就过世 所以呢 他一直 对哥哥有一种感情 所以就是 这是一种移情作用嘛 所以早田干夫先生呢 就有某个程度填补了他心中 缺乏大哥哥的这样的一个黑洞 真是越描越黑 越描越给他不恰当 他如果是浅词错词 就是错词非常的不恰当 啊 抱歉 或者 应该大哥就好了 不要大哥哥 大哥跟大哥哥有没有差很多 差很多 然后呢 你又用外交部章署名 简直就是不伦不类 你就说啊 我措辞不当 抱歉 未来改进 啊 那就结束了 啊 你还要在那边硬拗 还要在那边瞎掰 我跟你讲 他越掰越不恰当 我不太赞成说哦 你私下可以写封信给他啊 称他说你是我亲爱的大哥哥啊 我其实不太赞成这个说法 他不只公开不能这样子 他私下也不能这样 两国外交使节 你是本国的这个外交部长 又担任过国安会秘书长 他是日本驻台湾的代表 等于是驻台大使 你们两个私下过从甚密 私交甚毒 甚至于兄弟相称 有这种不正常的私交 其实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你毕竟代表的是 两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当你私交过从甚密的时候 甚至于你自己内心里面 觉得他填补了你 失去的大哥哥 那么你私下 这个离叛国的界限 已经很近了 那你会不会私下 吐露给他不该吐露的秘密呢 你会不会你自己本身的 相关的行踪啊 这很多是属于国家机密的东西 还有驻外使节使馆 或者是说像这种代表处 他本来就是牵涉到非常多 各国在进行情报工作 你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 但是呢 台湾呢 就看这个外交工作呢 好像伴家家酒一样 哎呀 称兄道弟啊 对不对 算什么呢 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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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干父还说呢 我在台湾也有两个大哥哥 你们真是 伦常非常的乱啊 但两位大哥哥 一位是邱毅人 一位是李大为 这个 我很少看到这个外交界 如此 关系复杂的 你们是搞什么东西啊 这个实在是 太施格了 对于 这个 看不只是 吃盖片可能还不够 对于 对于这个吴宗贤 不是吴宗贤 吴钊贤 因为 他的剧情很像吴宗贤了 吴钊贤来讲 断交这么多国 你呢 屹立不咬 你都说我要请辞请辞 然后等着被喂留 每天都演这种戏嘛 你是有完没完啊 然后现在送走了一个日本的驻台代表呢 又上演这个 上演这种奇怪的 这个八点档的戏嘛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这是本国伟大的 外交部长 吴钊贤 越描越黑 早天干夫居然还帮他还家 哦 实在是你们两位是怎么回事啊 还完美的服务了 这是你自有国家的立场嘛 是在早前干夫的任内 对中华民国是多么的友好 日本是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那早前干夫是不是有叛国 对日本不忠 事实就没有嘛 台湾什么也没有啊 什么好处也没有啊 看见日本人脸色 日本人对蔡英文是很挺有意见的 虽然日本人更担心 那个国民党 当选 但是对蔡英文是挺有意见的啊 对不对 无路用啊 那何时都没办法进口啊 即便小夫 谢小夫 另外一个干夫对小夫 我们的谢小夫在东京 对不对 这么认真 这么努力 还是没有半点成果 而且台湾人一直想要把他召回 叫他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啊 啊不然换吴钊谢去当诸事大使算了啦 赶快叫谢长廷回来啦 回来也是够乱的啦 一个扁一个长 还有重的 还有病的 回来2020总统就够乱的 陈水扁最近是在演哪一出吗 他就是一直 民进党就是很会唱靠条 他这个靠条唱到大家都笑 说蔡英文 你有这么不争气 对不对 那到时候国民党职证 就会把我炸回去关了啦 好 这些人真的是很戏很多啦 戏很多戏很多 那么昨天呢 台湾发生了一个悲剧 就是桥段 那么在南方澳渔港旁的这一座 非常新颖 因为为什么说新颖呢 20年是很年轻的新桥啊 怎么会是老桥呢 所以 苏贞昌的这个定义 跟大家兜兜兜兜兜兜不一样 那么南方澳这一座呢 其实算是非常漂亮的这座桥啦 它呢 断掉了 昨天这个非常非常惊悚的画面 非常戏剧化的那个断桥 从中间下去断掉 那最可怜的 当然是桥下的 这个被压坏的船 还有这些罹难的 呃 鱼工啊 等等的 还有呢 就是那个非常惊险的 最后就差这么一秒钟 半秒钟 没有过桥的 哦 哦 那个油罐车的司机 哦 真的是 哦 我觉得很难想象 他在想 就是他一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桥是在他后面断耶 然后他也看不到 他是 但是这种莫名其妙整个人被抓下去 掉下去 那个感觉一定 吓坏了 吓坏了 希望他能够平安度过这个 劫难 哦 真的是 哎呀 莫名其妙的 然后呢 就开始上演 推卸责任的大戏了 哦 因为呢 负责检测的公司呢 就是说呢 哦 他们 一切 反正这种东西 调查一定都可以出来的啊 对不对 这个 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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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 负责检测的这个公司 说呢 他们有报告秀史 但是呢 传务局呢 都不把它当回事 都是没有处理啊 因为呢 许多专家从昨天的图片里 就是说影片里面呢 先初步的判断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还不晓得 初步的判断 可能是 就是刚所秀史断裂 那么 呃 马上负责 保养啊 这个检测啊 安检的这个公司呢 就说 有有有有有 我们有报 都是那个 呃 船务局呢 港务局呢 没有反应 那港务局 当然就 哪有哪有哪有 没看到 报告里面并没有写到 秀史这一段 所以呢 这个 港务公司说 健行科大的报告 并无 秀史的情形 啊 所以 呃 专家研判 钢索的焊接处 海风 长期的侵蚀 台风 这时候扫过 可能又有什么 轻微地震 啊 要命的巧合 使得这个 竹所断裂 拉扯 然后呢 垮下了 那 因为去年 才检测的啊 呃 即便是有 台湾又不是 从来没有过 台风 昨天台风也没有 前天台风也没有 特别大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经常有地震的地方 尤其是 宜兰 苏澳 华莲这里 那 呃 昨天地震 也没有特别大 所以这些都不应该是 没有在预估之内的因素 都应该把它放在 我们的案件 重要的因素里头才对 然后那边看 靠海 有海风袖石 这 也不应该现在才 觉得说 啊 对 你看有海风袖石吧 所以这些应该早就列入 呃 考虑的重要因素里头 才对啊 那么 为什么 一个新桥 然后 为什么 去年才花了四百万 做的检查 而今 昨天会发生 这么重大的一个灾难呢 这个一定 必须要调查清楚 很明显的 它并不是天灾 所以 它就是人祸了 那么人祸呢 到底是设计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 呃 检查的问题呢 工法的问题呢 这一定要查清楚 哦 不然的话 真的好危险哦 台湾 断了好多个 好几个桥 当然每个状况都不一样 那大部分呢 呃 是因为台风太大了 就是那个水太大了 南部的桥断掉 那 这一次呢 感觉应该不是主因 哦 那么南方澳的这个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台湾的公共安全呢 还是 呃 还有很许多需要加强的部分 哦 让 大家都能够 好好的 这个 安心的 哦 在 这个 南方澳呢 听说呢 那个桥断了 哦 所以那些渔船不能够出海 因为它挡住了 那所以 现在去南方澳 渔港 就没有鱼了吗 没有鱼可以买嘛 哦 这样会不会影响 渔货呢 这我不是很了解 哦 那 还是有很多冷冻的 因为那边 呃 也是一个相当 重要的一个观光生地 而且现在哦 交通很发达 以前从台北去到南方澳 觉得要好远哦 现在开车好快 一下就到了 啊 你不要那个 假日的时候去 跟人家塞车 其实从台北很快 大概40分钟吧 就开到了 然后 对啊 然后就可以去外面 渔港买鱼啊 什么的 回来 还蛮有趣的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啊 南方澳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港啊 然后那边有一个 很特别的 有名的妈祖庙 然后再往前一点 就再往 再往东走 就再往花莲的方向走 还不到花莲 大概也很近 十几分钟吧 就还有最近很有名的 秘境 焚鸟林 海 海滩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边真的很漂亮 海产真的很好吃 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发生了一个 这么重大的一个桥 而且那个桥 其实真的还蛮美的 实在是吓死人了 怎么会发生 这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 要彻查到底 不要什么事情都查不出来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查不出来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 神秘的一届总统 从蔡英文上任之后 你不觉得台湾发生 很多神秘事件吗 譬如说 飞弹打出去 射错了 有没有 射到渔船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这么奇特的一个事件呢 这个调查呢 感觉上 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心中的疑惑 然后呢 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 复兴缸 会发现这么多毒品 四处散滞 也查不出来 这是很多神秘的事件 然后呢 现在呢 又很奇怪的 莫名其妙 桥也断了 去年 还发生了一个 更大的灾难 就是普悠玛 然后普悠玛的司机 前几天 就是那天的司机 出来哭诉 他这么的良心不安 但是呢 许许多多的状况 真的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然后许许多多的疑点 他也没有办法回答 现在就台铁 所有的针 通通要让这个司机 一个人去扛 他没有办法承受 家属 罹难者家属 也没有办法承受 那去年这个普悠玛事件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的出轨 到底是为什么 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团啊 所以啊 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切 总统 发生很多奇怪 神秘的事情 最晓得到 论文事件吗 就没有人怀疑他是博士啊 就很不能理解论文 为什么会不见了呢 在这个 LSE 很多人的论文都不见了吗 LSE 曾经淹水吗 还是说他呢 放在那一柜的论文都不见了呢 还是 大家论文都在 只有他的论文不见了呢 这不是很奇特 很神秘的事件吗 为什么会不见了呢 然后呢 他送回去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它装订好呢 又一这样子丢给LSE 然后LSE也收 然后再过三个月 三个月呢 这么多人 包括这个彭 彭先生啊 吕小姐啊 很多人啊 一直问质问 蔡英文都不理他们 陈水扁说 你也拿出来 让这个论文写得这么好 应该不止给你一个博士 要给你1.5个博士 我是听不懂 什么叫1.5个博士 然后呢 三个月后 他又把那一堆纸 又端出来给大家看 有没有 好神秘的一个 总统府 思焉案也是一样啊 思焉案也很神秘啊 就跟你们讲说 你们哦 不要老是要把这问题正式化 告诉你们 没有就是没有 政务人员 还有呢 机要人员 统统都没有 只有国安局那些人 不知道私下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都没有在注意总统的国安 都在买烟 国安局一千扛 通通都国安局 不然就是少部分 那个叫做什么 华航的这个 一锅粥里头的几滴老鼠屎 对不起 讲到神秘事件 我们就开始咳嗽了 结果 因为讲到论文 就想到 戴着白手套 拿着那一堆废纸 就是你知道 应该感觉上 应该是要回收的纸 然后呢 拿出来说 这就是总统论文 这个女生 她有买烟 好怪的一个总统府 她有买烟 她买了37条 总统亲自出来讲 总统亲自出来讲 为了这个小妹妹 总统府基要人员 拿着她的论文 总统亲自出来讲 我们这总统 很多事情她都不理你 怎么问她都不理你 不爱回答 这件事情 亲自出来讲 超买 罚钱 结束 37条 跟吴忠宪不同挂 吴忠宪要被抓进去 他就没事 他可以四万多补税 那吴忠宪为什么不能补税呢 他也可以补税啊 补税不就没事了吗 搞不好最后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 非常神秘的总统府 跟我们讲 府内都没有人 37条 请问林小姐 这37条的烟呢 因为他不抽烟嘛 是他帮亲朋好友买的呢 还是帮长官同事买的呢 他长官同事不就都在 总统府里面吗 哪几位长官同事呢 所以总统府里头的这些 政务基要人员 是不是不止林小姐 有买烟呢 实在是一个神秘的总统 我们都不太了解 这是一个神秘的总统 因为呢 那个 那个我们的那个 伟大的 那个明天的来宾呢 就常常在讲说 你不觉得他是我们 历届总统里头 最神秘的一位吗 因为他很重视 我觉得个性有差啦 就本来他就比较冷 然后可能就不是那种 也不是那种爱social型的 然后再加上蔡英文呢 我觉得重视自己个人的隐私 也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呢 他就显得特别的神秘 那有关于他个人的问题呢 他都很 很不耐烦 很不想理你 这样子 也很不愿意理你 可是有时候当了总统呢 就不能这样 就有这些 有关于公益的部分 就好像说 为什么总统的身体 身体健康 应该是最隐私的一部分了吧 对不对 不可以把他讲出来 柯文哲 不可以把人家怀孕的消息 讲出来 好不好 实在是有够没水准的他 那 本来身体健康 就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总统要见解 然后每年要告诉大家 总统身体的健康状况 因为你影响的是 整个国家的大政 所以呢 你的 有时候你个人的 私人的东西 譬如说 到底有没有拿到博士呢 这是诚信的问题 有啦 有拿到博士啦 那只是 就是说 我们这总统的个性 好 很奇怪 我看这个 呃 民进党的人呢 真的跟他 很了解 很熟的 很亲的 好像也就是那几个 好 大部分的人 感觉 小英 也不是一个 这么容易亲近的人 尤其是对赖清德而言 这梗铺的太长了 赖清德 会不会成为 小英的副手呢 继我们讨论朱立伦 会不会成为 韩国瑜的副手之后 现在再来讨论一下 赖清德会不会成为 小英的副手呢 我个人认为 几率 极 低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 这是一个大逆转 就是说呢 大家都觉得说 啊 赖清德这种个性 就刚 初选刚结束的时候 赖清德这种个性 然后他本来就是 很扭 很扭的那种人啊 脾气很扭的那种人 拍到顶 拍到顶 然后呢 再加上整个初选过程 那个游戏规则 一来 一改再改 硬生生赖清德 就是这样子被咔嚓 做掉了 所以就不爽啊 不爽 那蔡英文你赢啊 赢人是你家的事啊 我 我这个时候 我还要这样 唾面之干 然后还要跟你拥抱 还要当你的副手吗 谢谢再联络 所以赖清德就出国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是觉得说 赖清德啊 要以大局为重啊 你要团结啊 要怎么样 其实英粉在初选过程当中呢 也是把这个赖清德 修理的很严重 骂的是很难听的 所以那个时候 是赖清德要不要 这个时候呢 是蔡英文要不要 休息一下 再回来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关心一下赖清德好了 大家要关心他啊 不要这样子啊 因为呢 每一天都是苏贞昌的戏 对不对 苏贞昌戏非常的多 他非常的认真 不管是修理韩国瑜啊 对不对 就是抓 韩国瑜抓队 捉队厮杀 苏贞昌恨不得是他选总统 但是 这讲出来就有点 破坏苏贞昌 追求副总统之路 好 然后呢 我觉得他是 我觉得他呢 当然大家在讲说 他就是骂那个 呃 就是说在连线的时候啊 台风连线的时候啊 发飙啊 对那个 花莲啊 这实在是没什么道理啊 等等的 那也有人就说 是不是他就是很针对蓝银啊 等等的啊 应该都是啦 但是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 就是苏贞昌的脾气 就是脾气真的很不好 我觉得他就是很喜欢发脾气 然后每次都很喜欢对下属发脾气 我觉得 苏贞昌的解释 就是说 我不是对那个 苏贞昌的解释是说 我听那个民党发言人 讲讲法是说 苏贞昌不是对县长发脾气 是是对县长的 就是说负责工作连线的人 就是说 县长在忙 是他在忙啊 不能先连线吗 先连线了以后再怎样 怎样之类的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其实 我觉得 你有种 你就跟大的发脾气 你不要去跟下面的 你不要去跟下面的 这些工作人员发脾气 我是很不喜欢这些 动不动就 对着下面的这些 负责的工作人员 乱发脾气 像他那时候 猪瘟的时候 去那个机场 有没有 他也要发脾气 你们这是怎么检查的 不然你下来检查 你较厉 不然你行政医 你来检查 你来检查 让我看 看你检查 叫苏贞昌去那边 站一天检查 我看看 他抓得出几只猪瘟来 他收到几块猪肉 我真是很讨厌 我觉得你不能说 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你要呛 我觉得 对啊 你就呛韩国瑜啊 那韩国瑜就给你呛回去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你不要去 每天去修理你下面的 帮你工作的人 人家也是跟你一样大 不是说你的下属 就比你小 你就可以乱骂 这什么时代啦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你当然可以要求 你当然可以严厉 你不可以乱骂人嘛 而且最讨厌就是什么 你私下你可以 如果真的犯错 下属真的 你可以生气 不是说不能生气 你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在媒体前面生气 你这 你这是算什么嘛 难道你不知道 KM在那里 你这是故意的 你这是表演嘛 私下也爱生气 媒体前面你也爱生气 你是 多大年纪都几岁啦 还这么爱生气啊 修养这么不好 那这样子就真的会 比较有效率吗 这样子真的会比较那个吗 好像那种一副 就是说 这些基层公务员 很欠骂的那种感觉 我是很羞辱人呢 我是很不喜欢这种 长官的这种 发脾气政治学 就是脾气 自己脾气这么不好 自己应该要改一改 那 想出一个 厉害聪明的办法 解决问题 扯太远了 扯回来 所以苏贞昌 苏贞昌呢 就是很想当 蔡英文的副手 就算没有副手 也要雇助他的行政院长 不然明年选举 这个时间到了 新就任 他是不是应该总辞 然后再换新的 如果蔡英文这个时候 他又 如果是蔡英文连任的话 因为对苏贞昌来讲 那不是蔡英文连任 他就没戏唱了嘛 那蔡英文连任的话 对苏贞昌来讲 他这个时候 是不是 万一被换掉了 阶段性任务完成啦 圆满达成啦 对不对 11月24号之后 明星中输到 输到一口底 然后赖清德辞职 这时候千求万求 苏贞昌才把他求出来 那时候还闹了 很多的新闻啊 有没有 就是到底 有没有打电话 叫他出来啊 也在那边 回整半部啊 然后最后呢 这个苏贞昌就出来了 接了这个 林维受命 接了这个行政院长 然后接了行政院长 之后 如果到明年 蔡英文连任 那苏贞昌不就是 大功一件吗 鼓鼓掌 我敬爱的大哥哥 苏贞昌 你的完美的服务 让我连任了 谢谢 拜拜 搞不好就是这样啊 俗贞昌就 对不对 是说他不是早就 已经要退休了吗 他不是说 他要退休一百次了吗 退休之后 又出来选了县长 选了西巴烂 后来又出来 当了行政院长 我觉得应该 人很奇怪 这永远 要有个很黑的黑洞 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 那个权力的欲望 这样子 他就应该很感恩 很感谢 老天爷还给他一次 服务相礼 服务社会 服务国家的机会好好做 他不是 每天你看 还是有很多的欲望 为了自己的下一步 是不是能够继续当行政院长 或者是说呢 进一步 大家一定讲说 行政院长不是比较好 副总统有什么好 行政院长全力一把抓 而且小英也不太敢管他 可是我就跟你讲 行政院长随时会给你 谢谢你 完美的服务就再见 副总统细尼 任其保证 细尼的副总统 对不对 而且呢 四年之内呢 也不会再被人家抓去选举 说哦 好 人家台北市没人 那时候就是新北市没人吗 拜托苏贞昌 你一定要来选啊 下一届台北市长选举呢 民进党还是没人啊 苏贞昌行政院长 你来选吧 当副手还是不错的啦 所以哦 苏贞昌很认真啊 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啊 每天 认真的刷存在感 还有另外一个 他们屏东同 现在都屏东的呢 屏东同乡 苏贾全 已经民心表态 不当立法院长 好 但是苏贾全呢 就是说呢 我就跟你讲 家和万事心 老婆管不住 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一点 他太太现在在屏东选立委呢 就是那个中嘉宾那个区 看起来呢 那你 你都没有办法管好 你太太不要那个 危机参选 然后不要在那边乱 那就对苏贾全来讲 是不是就比较尴尬一点 不然的话 因为苏贾全 对蔡英文是最忠诚的啦 照理说来讲的话呢 这个蔡英文是最喜欢苏贾全的 因为她最听话 配合度最高 那所以呢 苏贾全呢 现在呢 她也是跟苏贾全一样 就是说 要不然呢 就副手 就是最好了 如果没有副手的话呢 是不是苏贾全去当副手 好 那明年换她当行政院长 这是苏贾全的志愿 他们都有很多志愿跟报复 有没有 很多的想法 所以换句话说呢 很多人想当 蔡英文的副总统 所以呢 赖清德这个时候呢 会是蔡英文的首选吗 当然不是 一定不是 绝对不是 所以呢 非不得已呢 蔡英文是不会上演 那个不甘不愿 叫赖清德来当她副手的 这个戏码 现在看起来啦 赖清德呢 是已经没有选择了 他只有被选择而已 那他就是 他就把朱立伦的台词 拿去抄一下 用一下就好了 就是说 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呢 一定有我 我一定会认真的 辅选 赖清德就只能讲这句话 现在就讲这些话 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民进党没有团结的问题 民进党非常非常的团结 我一定会努力的辅选 就这样结束 至于有没有位置 就等着看吧 那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 以前啊 大家都说 哎呀 蔡英文怎么会找苏贞昌啊 他最讨厌苏贞昌了 你看上次选举 苏贞昌的那个嘴脸啊 然后呢 哎 苏贞昌是平常真难道的 赖清德也没好道的 然后呢 对于蔡 我觉得对蔡英文的个性啊 一定是 这几个他都不喜欢啊 所以呢 这个 不过呢 苏贞昌 他不管怎么样 好歹 他是现任的行政院长 然后他在这一任的行政院长里头呢 基本上是没有给蔡英文出什么包啦 也没有让蔡英文 就故意让蔡英文 尴尬呀 或者是不好过啊 是没有这样的记录 再加上他是现任的行政院长 他掌握有这么庞大的行政资源 你要有给他动力啊 浮选的动力啊 强大的动力啊 对不对 所以苏贞昌每天就 哦 机票一直开啊 对不对 那个高铁南向 结果不是南向 是东向 然后这个发 这个不住 发那个不住 哦 一直发 一直发 发发发发 很认真发 他很认真在服选啊 政策买票 不手软 这是苏贞昌啊 如果你给苏贞昌的感觉是说 啊没有了啦 副总统也不是他 未来行政院长也可能会换掉 这时候苏贞昌的表现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哦 对不对 那 赢赢叫是不是 搬到输输去 现在对蔡英文来说 他本来是毫无机会的啊 现在对他来说 他是比较可以拿扇子出来扇啊 对不对 比较凉啊 他现在是比较稳啊 他要担担担 因为这样搬到输输去 他没有必要嘛 所以他还是必须考虑苏贞昌的心情 不能不考虑啦 对不对 这样讲苏贞昌应该高兴了吧 那 赖清德没有筹码 你如果人也不介意你 对不对 你又不是陈菊 蔡英文很喜欢 心灵 心灵奶妈之类的 对不对 你又不是这个 看到你心情就不好啊 就觉得 我看了 为了你这样 我本帝参中痛的 不用筹砂的 因为你出来 我都抹一刀 看到你心情就不好了 眼睛就是斜的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我要找你呢 除非呢 我不找你呢 我有可能落选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老娘 为什么要找你 但还是这样嘛 对于蔡英文来讲 她当然不用那么早决定啦 11月的时候 再看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选情变化多端啊 对不对 昨天我赢明天 搞不好我就会输啦 不要太早做决定 那所以呢 党内也很复杂 我到底是要支持赖清德呢 还是要支持苏贞昌呢 还是要支持谁 这叫做军心难策 半军如半虎啊 现在蔡英文里面 心里面想到底是谁呢 还是不要乱讲 比较好 所以你看民进党都不敢乱讲 都说啊 尊重总统候选人啊 总统自己去决定啊 那也有人就选择最无害的讲法 就是说 虽然现任的副总统 你看他这么事大体啊 当时就说 我已经做完一届够了 我可以不用做 我把这个副总统的位置让出来 有没有 那当时陈建仁 你看 哇 多么都乖巧 那也有人讲说 陈建仁也没有犯什么错啊 除了823 对不对 跑去金门玩啊 然后怕被人家知道啊 之外呢 没有声音的副总统啊 没有声音就没有害啊 就没有争议啊 乖乖的啊 那不如就继续好了啊 所以呢 这就很重要 这就是一个选副总统的哲学 所以呢 再提醒大家 当时呢 陈水扁第二任 还用了吕秀莲 大家就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第二任 还是用吕秀莲呢 你看第一任闹得 这个深功怨妇 风风雨雨啊 然后呢 就吕秀莲这么的麻烦 又没有加分 那第二任呢 你呢 人家连宋佩声势这么好啊 陈水扁声势到了低谷 我觉得陈水扁 这时候不要在那边 对吕秀莲说三道四 吕秀莲好不容易 媳妇熬成婆 要选总统 陈水扁就泼人家冷水 对不对 你要想想看 当年吕秀莲是帮你挨枪哦 膝盖哦 不是只有你的铭鱼肚哦 人家膝盖也是有被打到哦 而且吕秀莲到现在都觉得说 要打死她的是吕秀莲 不是陈水扁哦 是要牺牲吕秀莲 然后救陈水扁 就是吕秀莲自己这么的觉得啦 那当时呢 就是最近呢 我老公还提醒我说 你要知道 当年陈水扁用吕秀莲 那个深意 用意很深啊 虽然你再怎么讨厌陈水扁 你非常的讨厌陈水扁 但是你想到陈水扁 如果不干的话 就是吕秀莲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会犹豫一下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所以啊 这个 我觉得赖心得真的是 很 在后面这一段的路 真的很坎坷 在当完赖神之后 就是对不对 他真的很坎坷 你想想看 因为他在一个 他的这个坎坷 不能用坎坷来形容 就是说 因为他处在一个 非常非常尴尬的位置 他的处境 其实跟朱立伦的处境 非常的相似 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 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 就是不是 不能说上不上下不下 就是说 你刚好 譬如说朱立伦 他刚好接在 八年之后的 马英九之后 就是说 他经常非战之罪 应该是 应该这么说 所以他就陷入一个 很不顺的一个处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 你真的是做什么都不对 那赖心得也是一样 你看他 哇 忘了要不命啊 在台南啊 神啊 这下子尴尬来了 到底要不要 离开台南市长呢 要不要去帮民进党选呢 他最后就不要 要不要来选台北市长 要不要来选新北市长呢 就不要 然后呢 要不要接行政院长呢 每一次的抉择都很为难 然后每一次的抉择都是错的 就 忽然间你很顺哦 打牌很顺 有没有 很顺很顺 哇 一直呼一直呼 神啊神啊 对不对 赖心得不就是神吗 一直呼啊 结果忽然间 打什么都放炮 打什么都放枪 就是奇怪了 本来烂牌的 一副烂牌的蔡英文 忽然间 赖心得就一直放炮 给他呼啊 之类的啦 这实在是很怪异的 就是很怪异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对赖心得来讲 我就说 外界这样看 赖心得也是很 算是很那个啦 这阵子时间 他是够安静的了 经常出国 这么多国可以出啊 经常出国 然后呢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低调了 也没有展现出 就是说我说初选 硬生生被做掉 他也没有任何的情绪了啦 就这点 我觉得他算还是处理的不错啦 就那个郭董也可以了啦 学学赖心得 可以了啦可以了啦 那然后呢 你看赖心得 现在呢 变成食不我语了啦 就变成就说 已经不是你要不要 你愿不 其实已经不是赖心得 愿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蔡英文 要不要的问题 然后呢 我就跟你讲 大家呢 这个民进党里头的人 大家也不太敢去 评论蔡英文的事情 所以蔡英文呢 爱怎么样怎么样 就到最后 就等着看她 11月的时候再说 好 刚刚讲 有人说 要帮吕秀莲 连署去哪里连署 因为你不能够 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呢 要上网去查 可是你不能在网路上 download连署哦 要实体连署 才算真的连署有效 所以你要去找到 真的连署书 不能网路上 自己download一个连署书 寄回去给他 这样不行哦 好 所以说 一定要真的连署书 去哪里连署啊 说实在 我不知道去哪里连署 在台北比较没感觉 对不对 要去哪里连署 时间有限 要连署 28万 现在有8组人在连署 新党也在连署啊 然后那个 吕秀莲也在连署啊 好几组人马 在连署 连署会不会成啊 这是很关键啊 因为我还蛮想看到 吕秀莲跟蔡英文辩论的 学姐 学妹 有没有 她是 每件事情上面都是蔡英文的学姐 台大法律系的学姐 对不对 总统府的学姐 对不对 民进党的学姐 对不对 所以呢 吕秀莲是名副其实 蔡英文的学姐 学姐 学妹 大辩论 哈佛 LSE 哈佛硕士跟LSE 博士大辩论 还有 还会有 还会有韩国语啦 但是我还蛮想看到 我还蛮想看到 吕秀莲问蔡英文问题 然后蔡英文就一副不想回答她的样子 所以这要连署才会过啊 陈水扁不要再一直泼 吕秀莲的冷水了啦 人家吕秀莲很认真 不要这样子 而且彭白贤当年也是贬系的啊 对不对 你就自己又不能选 你自己能够出来选的话 也就算了 你陈水扁被耻夺公权 你还是坐牢的人 只是你被放在外面爬爬罩 你还在那边说三道四 你自己又不能选 又不让人家选 这样子实在是 太不大方了 好歹人家也是陪着你出生入死 差点牺牲生命啊 对不对 他这样子对吕秀莲 我觉得不够道义 而且呢 陈水扁犯过这么多的错误 然后呢 每次吕秀莲呢 还是出来帮这个陈水扁讲话 我觉得陈水扁 吕秀莲算是对陈水扁够了 已经是人治意境了 非常有情有义了 陈水扁还要怎样啊 而且那时候陈水扁 不能够被这个特赦的时候啊 吕秀莲也是有帮着陈水扁 骂蔡英文不是没有啊 对不对 这陈水扁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实在是 而且支持陈水扁的人 这时候应该要去支持吕秀莲才对 我觉得我个人这么认为啦 我是不知道他们最后会 会投谁 然后这些人啊 他们真的会很忠贞的 支持吕秀莲到最后嘛 还是最后 我是说喜乐岛联盟这些人啊 独派 会不会又偷偷回去投蔡英文 我现在已经不太了解 那个深绿独派人的想法了 已经脱节太久了 但是呢 看看吧 那最后呢 就只剩下一张 两张票啦 那时代力量已经说他们不给了嘛 他们已经 那张入场券要作废了 所以时代力量就是已经认了啦 就去支持蔡英文了啦 然后呢 希望在 这个立委的席次上面 不要被 民进党歼灭 那就看时代力量的造化咯 那就剩下 就剩下宋楚瑜这张票 清明党这张票 那听起来 因为我昨天 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新闻 就是说呢 现在清明党呢 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人在认真的穿梭 就是首席美男子 黄奕娇 首席美男子哦 然后什么 风流情史 外形靓丽 为什么用外形靓丽来形容 这位记者的那个词汇很有限 有人用外形靓丽形容 因为 首男吗 好 黄奕娇 所以呢 看起来呢 清明党现在似乎是分成两派 好 那 有一派呢 就觉得说清明党应该还要坚持 清明党自己的招牌 好 然后呢 清明党就是 反正就是 希望宋楚瑜还是一样 要继续出来选就对了啦 只有宋楚瑜可以代表清明党 那另外有一派就是说 不要再这样 要务实一点 还是要把第三势力全部整合 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党大联盟的概念 然后呢 共同推一个人 然后这样子呢 大家才有戏唱 大概 简单讲啦 简单讲就是大概是这两派 那中间呢 就为了这个黄珊珊呢 要去接柯文哲的副市长 搞得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呢 就是清明党另外一个资深的大佬 大家可能现在 现在人比较不认识他 就谢张杰 张华的 他说呢 他们本来是希望找黄珊珊 做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 结果没有想到黄珊珊变副市长 一整个被柯文哲 横刀夺爱 而且呢 这个过程当中呢 清明党都不知道 都没去跟宋主席说 所以清明党当然就觉得说 哇塞 太不被尊重了 所以清明党把这件事情定位成是 他们的党员 邓家基被换掉 而不是他们的党员 去当了副市长 是他们的副市长被换掉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清明党就是不爽就对了 简单讲就是清明党是不爽 邓家基不是新党的吗 搞不太清楚 好 清明党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本来呢 他们是想说呢 黄珊珊的形象很好啊 然后又是终生代啊 那就希望呢 让他们觉得说 有一个世代交替这样子 让黄珊珊当副总统候选人 结果没有想到 他变成了这个副市长 那未来呢 就是可能会变成 柯文哲的市长的接班人 其实黄珊珊还是可以 去选副总统啊 对不对 虽然他接了副市长 他还是可以请假 或者是辞掉副市长 去选副总统啊 对不对 啊选上了 我们当然没话要讲啊 啊选不上再回去 当副市长不就好了吗 但是 重点是这个过程当中 就之前清明党就已经觉得 柯文哲实在是很不尊重人了啦 再加上这个事件 让他们觉得实在是很难 跟柯文哲讲话 所以呢 看来柯文哲要拿到门票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低 而这中间 这么强势的运作的 就是蔡壁如 所以呢 这些包括跟郭台铭的阵营的 很多的往来等等 这些整个过程啦 柯党呢 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在主导 就是蔡壁如 所以搞得这些有党们呢 各个都翻脸 非常的不开心 那这个柯文哲 他必须自己去解决 为什么已经这么厉害了?' 她只能复尽